大家好 又是《向左網》節目時間 2010年就是結束 所以在今集節目裏面 做一些很老套的事就是做大事回顧 或者未開始節目之前 先多謝今天幫我們做首語的兩位朋友 阿詹和阿邦尼和阿姆哥 雖然你說很老套做大事回顧 但作為做了差不多一年 即是向左網站了一年多 當然有些大事回顧 只是將發生了的事說過一次 但如果是向左網站的大事回顧 或者可以先從最近來說 剛剛說到2010年 我想大家最關心的一部份 就是在年頭開始一連串的社會運動 特別由反高鐵和蔡元川事件開始 如果大家還記得 就是其實去年元旦大合合 甚至其實很多80後 或者一些社運人士衝擊中聯辦門口 導致不單止有些警方和一些參與者衝突 甚至早上其實法庭也裁決了 就是中聯辦外面門口的示威範圍方面 既然中聯辦本身外面其實是公眾地方 其實應該開放給相關人士可以自入出入 但無論是中聯辦當局或警方本身那種 似乎令人難以理解的一些安排 令到很多人都會覺得 就是會否中聯辦成為特區政府的特區 很多社會人士甚至是很多人覺得 這裏戒備森嚴 所以第一件事我們會講到就是 既然2010年無論我們講到蔡元川或者高鐵 當然我們說陳安落頂高鐵會起 蔡元川都會拆 但是否意味著這兩件事結束之後 香港的社運已經在沒有一些 眼睛或觸目的一些議題 令到香港人能夠對一些社會議題關注呢 其實說說社會運動裏面 由於社會運動或者是政治運動 而引申到和警察的衝突 其實都是持續不斷的 有高潛有低潛 主要都是看兩個方面 就是看民間的集結 它那個影響的幅度 和那件事的深度 和時間 從1988年開始 由於有這個八八直選的爭議 反對這個港英政府否決 八八開始是有直選的立法局議員的運動 是沒有辦法不舉行 因為已經是一個逃窮避現了 不是說了那麼久 就是當日的動員 由八八年中開始 動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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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去 八九民運 其實都有大大話話 有七八個月 你看到一浪高過一浪 因為那個矛盾沒有壓 第二就是 這個大陸的外國民主運動 實際上 是向香港人 反面地輸出了民主運動 是不是 因為你在香港做不到 就快到大陸做到 在大陸做到 在大陸做到 香港人看到大陸的同胞 都爭取民主 都看到 在當年來講 八年之後就是收回主權 你大陸民主運動的成功 就是香港的民主運動都解決了 是不是 所以就封起雲勇 當然在國內的同胞英勇的抗爭 每一天都是影響香港人 你看到這個群眾運動的發展 是令到傳媒是沒有辦法不報導 接著引動到人心之後 也是在香港掀起了 效法大陸的民主運動 這一點是沒有太多人講的 是 效法 你說現在說什麼 2003年 超過五十萬上街 你在1989年 最少兩次超過一百萬上街 當然這個數目 其實都不重要 到底怎麼猜呢 其實大家隨口說 五十一百 你知道中國人 當然是一百五十 是吧 信口說 信口說 就是 看回這些事情 就是說 當群眾運動 有了一個很明確的展望 他們都覺得有機會打得到 一浪高過一浪的時候 那個國家政權的力量其實很小 他只有一件事 就是準備鎮壓 這個八九民運 大家都知道 在中共的血腥屠城裏面 是被瓦解和粉碎的 在香港就不行 反而一浪高過一浪 所以其實 在1989年 成年來講 就是香港遊行市民的高潮期 是 直到 我記得在9月29日 四五行和當時 我也有份參與 給他在國慶酒會門外 嘔打和拘捕 都是在爭持著 到那一刻 都還未停止的動員 我最記得就是 似乎當時支援會 都停了下來 但是大規模的動員 開始減少 只是搞那一次 就是八九民血腥症癌 其實搞了兩次大動員 就是國內的民主運動 就是八日制 八日制很失敗 因為八日制搞得好像娛樂show 找一些人去唱歌 引起很大的爭議 然後就是元大的大遊行 你看到成年的動員 政權很希望找到一個位置 就是929 就是我們給他打 他就開始想收縮 但是收縮不到 剛剛 這個 羅馬尼亞在八九年的十月 發生了壽西斯古被推翻的事 這人又大遊行 又有十幾萬 你看到的 其實這都不是以 當時香港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資源會想收都收不到 他自己都要出來 是吧 我記得當日 在十二月尾的時候 因為我們十二月三日就被判無罪 七個人都被判無罪 我們定了元大遊行 一定要搞大遊行 第一個就是元大遊行 就是反擊港英政府 想收緊那個集會和遊行 誰知道 那時候沒有人和應 一到壽西斯古被人槍斜 所以 資源會就說 不如你讓我們搞 我們讓我們搞 這段歷史我都要講出來 是吧 所以其實 誰搞誰不搞 怎麼搞 其實都不像一般人這樣認為的 我說這一年為何有意思 其實是一個爭奪 一個爭持的過程 當然長遠來說 一個群眾運動 到某一點 如果他爭取不到一個 在一個比較重大的改革的時候 他是會衰敗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因為群眾 什麼是何謂群眾 群眾就是Mask 就是一塊東西 好像臉粉 那樣 或者用更加生動 馬克思說就是 馬鈴薯 如果馬鈴薯一個個扔 扔不死人 一袋就扔過去 才扔得比較難些東西 群眾運動的意思就是 將一些大家本來是不相識 亦都沒有合作過 亦都思想可能不是很同的人 在一個共同的目標底下 是組織的 是所謂的群眾運動 群眾運動的過程是什麼 就是宣傳 組織 動員 就是這樣的了 群眾運動的發展就是最大的一個信號 就是大量的民間的自發刊物出現 第二就是大量的自發團體出現 這兩個就是所謂的群眾運動走向一個成熟的階段 但是如果長期解決不了那個問題的時候 要不就是原來那個政權塌 要不就是群眾運動塌 在一般的情況下 群眾運動很難在短時間之內推翻一個政權 或者取得一個重大的改革 有時取得一個重大的改革的時候 群眾運動就繼續向前發展 所以其實你看到 如果我們用這個例子 2003年香港人出來遊行 在2003、2004、2005 群眾運動繼續發展 當然它會走向衰敗 因為群眾不是人準備去搞事 而國家機器就去搞事 什麼叫國家機器呢 4萬個警察 差不多3萬多個警察 又有法庭 全部都是有人工拿去維持社會的建制 這個所謂一個專系去維持 這個社會原來的秩序的人 是長期活動的 群眾運動群眾嘛 有機會散 所以如果不進則退 等於六四之前 群眾運動搞了50天 但是沒有辦法有進一步的發展的時候 就被鄧小平太軍隊制 剛才長毛說了一件事 就是作為一個群眾運動 那種持續力 或者那種持續 那個形態背後 其實一定有一股力量 譬如剛才你講到 某一些目標一定要達到 或者起碼 那個運動背後 能夠達出一些改變 他是這樣講 不同理念的人 不同階層 不同利益的人 都為了 當時似乎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 或者一系列共同的目標 去抗爭 針對一個政權 或者針對某一些支持政權的某一個社會集團的人 這個是一個階級鬥爭 就是任何群眾運動 最後就是 civil war 到底是出槍炮 又不出呢 這個是看雙方的力量對比 和雙方的堅決 因為你要維持秩序 就是用槍炮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群眾運動一旦搞下去的時候 如果政權又解釋不到給整個社會聽 就是社會大多數已經不想再跟回舊秩序 舊制度的人聽 說我真的做不到 或者是我會做 那你就會出現另一個政權 那個所謂dual power 雙重權力 所以你一出現雙重權力的時候 就會走上 要麼就鎮壓 要麼就成功 你看這個緬甸 民主運動一出 剛剛有一次大選 他贏了 但是那個舊的軍政府 不想放在政權 就鎮壓那個群眾運動 有些就沒有選舉 因為選舉一次大家去投票 沒有選舉的時候就更加大鑊 例如群眾運動一出來的時候 是不接近選舉期的 一定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政府要倒台 或者政府要做一個重大的改革 是令到那個群眾運動 是受到壓止的 是不 或者自我解體 所以這些群眾運動出來的時候 你就要看 其實社會在某個程度 就是出現了最大的共識 就是你最少這樣做 是 那它就沒有辦法了 是吧 現在香港的群眾運動走向這個 由2003年經過7年的折騰 基本上是走向這個低潮 因為大家沒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因為普選的目標被民主黨搞定了 是的 就算它不搞定 也是很難搞的 其他不同階層 不同社會範疇的運動 不能夠完成一個 全個社會都覺得 是應該做的 你明白嗎 是 我舉個例子 可能將來搞說 居子有其屋 住者有其權 這是一個運動 或者是全民退保 這是一個運動 純粹是反對政府的執政者 和希望這個執政者下台之後 不要再有這樣的執政者 這就是所謂賭董和補選 是吧 最低工資現在出現不到這個運動 是吧 整個社會國安應該做 大會人應該做 但是節外生資 他說28元 我們真是壞賬 剛剛你說到 其實香港本身有一個 很大的困難 就是香港的民主運動本身 究竟能否做到一個 譬如說跨社會階層 甚至可能是 大家不同階層 或者不同背景人 能夠建立一個 共同的目標 去做一個持續的 我自己覺得 在這個問題上 就是左翼或者是 傾向搞社會運動的人 真的要比較深思去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怎樣 能夠在現在這個 國家機器 和這個輿論 所謂輿論 即意識形態的操弄下 殺出條線路 就是說 被這個社會大多數人明白 我們現在應該做什麽 做這件事的時候 政府是不應該拒絕的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建立一個政治運動的根本 普選的問題 就是因為民主黨 這個雪上加霜 那間屋倒下了 是吧 摘下來 大家我講很多次 為什麽民主黨 這一次的讓步 或者妥協 是值得譴責 就是根本它就是 對於過去群眾運動的清算 是一個purch 就是要什麽搞 就行 是吧 剛剛說到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 第二個就是 民主黨就是 跟這個共產黨和特區政府背書 我是做不到的 所以大家等一等 所謂群眾運動的發展 由零散到集合 集合到堅持到對抗 就是它覺得政府應該這樣做 政府實際上也做到 而不肯做 民主黨就是清算過去 在路線上 策略上 是不可以抗爭 抗爭是無益的 談才好 或者 就算是抗爭 都是假抗爭 以傾為上 第二個就是 它也都替共產黨和特區政府背書 就是說 其實真的做不到的 現在大家 退而施其次 慢慢做 根本就瓦解整個群眾運動 你剛才說到 很大程度上就是 民主黨半身可以說出賣民主運動 當然 你剛才也說了一件事 就是作為這個左翼或者左派 它不只是出賣民主運動 是出賣所有的群眾運動 明白嗎 即民主黨可能寫一個黨綱 某樣有這個 有這個 第一 它這樣退得 它在那個具體的黨綱可以退 因為這麼大的政綱都可以退 其他 為什麼不可以退 這是第一 第二 其實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清算過去的群眾運動 即是所有群眾運動都給它清算 連它自己搞的都清算 可以這麼說 即是它就是宣佈民建聯對 或者保守保皇黨也對 所謂又傾又債 其實就是以傾為主 傾不是不傾 但是群眾運動要大 要能夠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壯大到成為一個 雙重權力的邊緣 你才跟它談 即是我舉個很簡單的例 就是泰國洪三軍我未必支持它 他的策略我未必支持 但是他也要搞得很大鑊 這樣才會談 是 洪三軍不答應他 所以其實我看回 無論你說民主黨 或者整個香港民主運動都好 我想今年可以說是一個多大的轉接 就是講到民主黨本身 因為決定同意中聯辦 密室談判 導致其實很多人都會懷疑到就是 究竟未來 如果我們投射以民主黨 作為領導核心的民主運動 民主黨出賣了整個民主運動之後 究竟誰填補真空為止 其實 它現在有了 你現在看到隱隱言 這個社民營已經是受到很大的攻擊 無論他說我們內部的爭論 中間出現的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 而陳芳生出來說 公民黨和民主黨合在一起 其實共產黨已經在出第二波 就是對於好像社民營的團體堅決打擊 無論是抹黑 造謠 挑撥 離間 在內部搞分化 在外部給壓力 醜化你 去打垮我們這一類的人 而就促使公民黨回歸 去到民主黨那裏 就是它變成了是 泛民的主流派 你制裁民主黨之後 整個民主運動的消沉不是必然的了 由於這樣的時候 因為香港的群眾運動裏面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就是民主運動 其他群眾運動一定受到影響 對 即是說其他 以社會不平等 貧富懸殊 或者是反對官商勾結的群眾運動 每一個這樣的範疇裏面的事情 都會受到影響 都是會 亦都會感到政府很強 亦都會感到政府很強 就是這樣 就是 透過這樣的時候 首先在群眾運動的路線上 清除了所謂動員群眾 公民抗命抗爭的路線 所以它不是 只是唯一是說政治上的民主運動 是整個在社會裏面的 民間社會的抗爭運動的受影 可以這樣說 其實你對未來香港整個民主運動 都比較是悲觀 不是悲觀 只是分析 這個世界無所謂悲觀和樂觀 你一個盲目的樂觀 其實只是等於悲觀 因為最後你都會悲觀 事以願為的時候你都會悲觀 這是一個 所以為何我在5月16日 之後不停抨擊民主黨 其實我和你沒有什麼思願 他以前是suspicious 即是說他會做的事 他已經做了 其實民主黨在經濟社會 很多的政策上 教育和特區政府差不多 他自己都宣傳 他政府的意願 有百分之九十幾以上支持 這是他一半說 其實我和政府分別不是很大 所以其實剛才用了這麼多時間去分析整個香港民主運動 就是剛剛今年發生的事 大家都會留意到就是 究竟民主黨既然基本上已經退了整個民主運動 會否譬如寫民連或公民黨這些組織會否取代個位置 但其實祥妹亦都說了一件事就是 整個大環境的那種鎮壓或那種清算 你講回最低公司運動一樣 既然大家要爭取最低公司 政府亦都沒有說辭 我打官司都打到中心法庭 他都沒有說辭 那就給你了 但給你的過程裏面他制定了幾個 第一個就是他選擇 那個所謂最低公司委員會 他設定條件 即是怎樣制定公司委員會 有四大條件 四大條件 他選人 即是說他給了一顆糖 但你以後就要聽他說 他是透過兩一步解決了以後的問題 公司的問題 他便跟他說 你便是最低公司委員會 甚至說其實不單止有一步 甚至他整個議題制定 他已經都控制了 所以其實問題就是 如果你民主派 如果真的要搞的 便公事上限 你都沒有人搞 其實在公運裏面幾大綱領都沒有解決 集體談判權未恢復 如果不用集體談判權 便會用甚麼來取胎呢 第二個就是公事上限 嚴重不公平解僱 既然有競爭法的時候 競爭法就是管有產階級 要公平競爭 來利益普通人 嚴重不公平解僱 在香港的基礎上面 這些事情不能做 全民退保 不能做 但是問題 民主派本身是不想做這件事 他已經失去了挑戰政府的盲力 因為你宣傳民主最好 民主是土東西 其實你就是一件具體的事 他就明白了 例如全世界都 香港80%的打工債都認為 應該是嚴重不公平解僱 或者公事上限 而政府不做 你越動員他們反對的時候 其實就是教他們民主的重要性 如果你不做的時候 民主便是空話 就出來的 市民覺得是一個 跟他無關的鼓碗 或者民主政是叫他投你一票 但其實沒有意思 所以剛才說到 由民主運動去到公運 譬如今年發生了一些公運 大家都可以留意到 譬如巴士司機因為爭取權益 打算進行一個 不是叫霸洗 都是一種抬公的行動 但你會見到其實 巴士工會內部本身 因為不同的政治背景 有些可能左派工會 右派工會本身 左派工會基本上是 受到資方合作 而導致到最終整個 公義行動都是以失敗告終 所以你會見到 香港的工運 除了工人本身的權利意識高不高之外 其實政治形勢 很多工會本身都基本上 已經被工聯會 或者工聯會有關的一些政治勢力 已經操縱的話 其實會不會工運本身 去到未來仍然 還是條路都很難走呢 如果以香港現在的狀況來講 工會運動或高人運動 都是條路很難走 第一 毫無保障 即是他炒你便炒你 那你如果是可以這樣做的話 即是你任何的抗勢一開始的時候 就消滅於立民雅 你一搞便炒你 第二個就是 共產黨的路線 在香港來說就是 依靠香港的大師兄階級去逃離 包括他們在共產黨內部最有權勢 因為這種權勢而崛起的太子黨財團 或者由國有轉為社會企業的財團 原來我們數到這個維基洩路 這個所謂的國策下 香港的共產黨的外圍組織 當然是同樣的這個策略 所以工運那裏他們扯後退就很清楚 在社運上他們成立的團體比較少 雖然現在逐步逐步都成立一些 想去平衡這個社運 他們完全是沒有這個平台 現在他們暫時做不到 但他們就用所謂輿論 即是他們控制的傳媒 他們想平衡 剛剛想起一件事就是 其實2010年大家有另一件事留意 就是除了剛才說到社運 講到工運之外 另一件事可能大家留意到 其實特別是年尾開始 因為經濟因素 香港物價開始上升 剛剛說到其實如果香港的群眾運動 可能另一方面就是生活質素 或者可能物價越來越高 這當然是可以分兩部分 第一個就是針對公共事業 和農族財團反對他們加價 第二個就是爭取工資跟物價指數調升 這是非常重要的抗爭 既然眾門都要根據物價指數調升 為何公事不是呢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不是沒得搞 而是香港的團體 就是沒有了魄力去搞這件事 很諷刺 其實剛才你說到 其實當時那麼多社會問題 或是政治問題 其實可以作為搞的材料 但你剛才說到他們沒有魄力去搞 問題關鍵就是 究竟這些組織仍然是沒有一種能力 去到可能是聚結 甚至是動員一些人去搞 還是那些組織本身已經覺得 再搞都沒有意義了 不如不要搞 這個很難一概二論 基本上我們看到很多 在政黨以外的公民社會 現在真的很苦惱 他們不知搞甚麼好 比較難聚焦 因為如果用NGO 或者是以NGO為主體的團體 跟我們有關的團體 一個問題就是 它是專項化的 每一件都是project來的 譬如說 你申請一筆基金 是搞貧窮就爆貧窮 其他地方就死人想樓都不起 最少它不會為主力 所以香港的民間社會 有一部分是依靠NGO 沒有依附在上面 這當然是會令到整個運動的持續 和專注會打開折扣 換言之 香港的民間社會 既不屑於與政黨合作 但又沒有自己的實力 這就是問題 現在大部分的社會 社會的 搞社會活動 或者運動的人 其實都是有這個苦惱 因為他們很難選擇一個議題 譬如說地標政治 你看到一個地標不如一個地標 一定是 我都講過 地標第一就是大家認識 第二就是你賦予了它一種意義 第三就是大家容易去 容易聚眾 第四就是公敵所必救 你看到一個一個 越走越遠的時候 你看到蔡仁川可以做一次的動員 是有幾百人去阻止它拆一次 但是下次已經不行 所以地標政治是有它的限制的 尤其是香港的所謂社區意識 是比較薄弱的 我們不會出現一個純粹公民階級區 或者一個區百多二百年沒有拆過的 人口流動相對比較小的社區 比較少 也很難去搞這些所謂社區抗爭 香港的回顧到這裡 因為我看時間 其實都應該說回中國大陸的回顧 今年最矚目的事就是 講到關於劉腰波獲得獎 另一件事就是 其實最近媒體也有講到 就是在香港選出十個重要的 好像是政治人物 這幾天報紙有賣 就是竟然劉曉波和趙連海 是榜上有名 甚至有些報章都迫著 都要講回這宗新聞 當然其實長毛在展望節目 都講到就是中國大陸的政治形勢 究竟是不是我們眼見到 那部份仍然都是發展 經濟發展 或者透過一些重大的事件 可能類似一些大的賽事 或者一些大的活動 我覺得其實大家要留意 這個中共四處去外訪 說買什麼人的債券 做什麼呢 其實把劣傷人到 第一就是說 固然它通過這個認購他人的債券 或者做一些商務的安排 是爭取到在國際事務的發言權 或者是可以營造一個形勢 就是中國已經崛起了 但其實意思就是說它已經太多錢 去到處買東西 否則那些錢就很嚴重 要水浸 而且如果錢放在那裏 不變資本的時候 它不能增值的時候 如果當你的債主問你拿回錢的時候 你很煩的 你拿著錢的時候沒有變到錢 就是你拿10元 到兩年之後都是10元 我問你拿回10元的時候 你真的很嚴重 所以你看到 中共的政府已經 越來越要復應於 過去由G8所操弄 現在是G20的遊戲 在世界上 不同的國家會依賴不同的跨國組織 去建立它在金融、經濟事務上 貿易的霸權 我看中共的挑戰越來越大 因為它根本沒有辦法去告訴大家 它拿了這麼多外幣 你投資之後 別人說要拿回的時候 要怎麼算 或者因為有這麼多外幣在手裏面 它怎樣運用外幣 它就解決不了 大家不要忘記 那些外幣是中國人用血汗換回來的 用廉價的資源、廉價的人力去做 所以中共也說要提升產品的檔次 但提供產品檔次是非常艱難的 因為中國的操縫成長 就是那個成長 是這麼高 其實R&D的費用是非常艱難的 R&D就是說研發基金是比較小的 全部都是拿回去做簡單的重複的作用資 去用廉價來取勝 如果你要轉型 這個結構轉型的時候比較難 第二個就是金融方面 如果你參與全球性的投機活動的時候 除非你不參與 你真的會有輸贏 是不會一定贏 他以前比較少參與 這樣儲了人民幣 我再說一次 我們儲到的外幣是用人民幣換的 就是說人家是拿了人民幣 那些拿了人民幣的人 到底怎樣用 怎樣把錢轉回生錢 這是一個秘密 但是很簡單 如果他在大陸拿回人民幣 在大陸購買的時候 一定是通貨膨脹 這是第一個 第二就是說 在這個通貨膨脹裏面 其實很多我們的企業 無論是國企 或者半國企 或者是私企 其實都被人買了一部份 所以說我們計GDP的時候 有一部份是別人拿了 只不過拿了那些是外國的財團 是 是 剛剛講到國內問題 大家都會留意到 就是 第一就是通貨膨脹 所以你會見到最近 為什麼大陸的一些 可能是一些糧食 來香港價格會升 另一方面就是 其實大陸的樓市仍然都好似 這兩個問題 會不會其實 會享受 我覺得基本上 如果你太多熱錢的時候 你禁炒某一件事 是沒有意思的 它會炒別的 其實現在 世界熱錢太多的時候 輪流炒 有時是炒金 又是炒股 其實他們有一個方程式 這個 這個 證券 債券 貴價金屬 不斷這樣炒 炒資產 就是 他們不斷這樣炒 如果炒到沒有的時候 就是炒實物 炒豬肉 炒花生 生粉 大家都知道 在大陸貴得很厲害 其實原因就是 好些資金再去買一些 他們預期會升值的東西 或者買了一些東西 令到它升值 都可以 所以 這個 中共 發行了這麼多的 貨幣去 繼續吹起泡沫的時候 它始終又要去賺錢 始終一天都要去 將那些通貨收回 始終會回來 是吧 因為那些通貨本身就是購買力 所以它有些所謂排紅的意思 其實都很殘酷的 你解決大陸的通貨膨脹 就拿些購買來來香港扣 那你來香港扣什麼呢 扣我這個 我寫上旁邊的貴價手袋 貴價皮鞋 或者更加貴的資產 證券 這個期貨全部都買了 其實這些通貨膨脹 有一部分膨脹了的東西 變成了中國人民的水分 看不到的 去了別處 所以由於通貨膨脹而引起的物價高升 就是那些在通貨膨脹裏面 拿得少通貨 譬如說你發行一百元通貨 你拿了五元在街上 就拿了五元那天賣 它一定會受到通貨膨脹的苦 通貨膨脹不一定會出現加價 只要你生產的物品 是相等於你發行的通貨就行了 但很明顯到現在不是這樣 即是說其實都可以解釋 為何那麼多購物區 那麼多來地遊客來買 最貴最貴貨 現在這個香港政府 已經擺到明是這樣做 因為這個政策權已經上去講掂了 即是根據他們的計劃 當然有公家的計劃 也有私人的計劃 譬如現在很簡單 我們要發展前海 發展河濤 去給他們來消費 或者我們要繼續開放金融市場 我們無需要有債 都自己做債出來 全方位這樣做 在這個過程裏面 香港的窮人 就等於大陸的窮人 因為你的社會的通貨是多了 要發行多些通貨 來加速運轉的時候 當新發行的貨幣分配不均勻的時候 拿得少的不是大問題 剛剛提到經濟問題 政治方面 胡溫做多一年左右 應該2012年就會換屆 特區政府也會換屆 你覺得剩下那一年 胡溫究竟會否是韜光養晰 或者反正還有一年 不如什麼都不要做 反而會越來越多動作 聽說現在已經定了 習近平可以繼位 但我覺得這個是大致上的說法 但我相信這一年都會暗鬥 因為在權爭裏面 因為這個群大關係 因為黑商作業 而被判定輸那方一定不服氣 等於在香港來說 梁振英一定不服氣 梁振英 所以一定是會鬥的 所以其實有很多人說 民主扶宿很大的代價 因為他決策的時候慢 所以做事慢 損失了機會 但專制有一樣的 每一次的權力轉變 之前那兩年都做不到事情 大家就這麼鬥 你看到 范璇又說出來 又說可能都不排斥做特首 其實這個就是 共產黨在部署的時候 有一著就是 如果萬一兩個難產都不行的時候 就撿回一刀 而共產黨裡面 是不是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事情呢 其實出現過的 華國鋒 在這個四人幫 和鄧小平 周鄧派鬥的時候 就選過華國鋒 沒有什麼殺傷力 也沒有什麼派系的淵源 而在六四鎮壓之後 選江澤民 唯一現在 是指定的 就是 鄧小平指定的 胡錦濤 當時也沒有很明顯的派系的象徵 如果你經常都靠 平衡術 來處理權力的關係的時候 要一個很強的強人 今天已經死了 你說老人家死成是宋平 宋平屬於誰 第一宋平沒有鄧小平的威望 宋平只可以照著 誰 現在中聯辦的阿頭 彭清華 其他都不行 所以其實共產黨的權力的主義上 其實是會引起的鬥爭 會比以前多 而這樣的時候 如果某一派是被迫 或者他孤主一閘 是想發動群眾來施撐 這個就是個裂口 剛才說到 除了是 剛才說到 可能不會做到 繼承人之外 還有一個李克強 你覺得又會這樣看呢 其實現在都不是很重要 其實問題就是 我們看到 是不是太子黨的掌權 因為太子黨掌權的時候 就是 中共的官僚政治那個 就是 家天下家長政治繼續 嗯 他跟其他的派系鬥 比如說跟江澤民的派系的殘餘 或者跟技術官僚也好 他鬥 其實是 反映了 大陸那個 經濟社會的矛盾 就是 太子黨通過過去那幾年 去掌控一些超級的企業 或者利用這個銀行貸款的方面 去大量買資產 買別人的企業的時候 他們羽毛一掌了之後 他絕對是應該 他覺得在政治上 應該有人代表 是不是 而且是應該按比例 所以他們的過激 就是這樣 這個在大陸就是這樣 所謂李克強 跟習近平之鬥 或者李克強跟 這個 這個 霍氣來之鬥 就是這樣 香港也是 你看到現在立法會大執委 我看到共產黨的斷變 就是基本上 覺得解決了瓦解香港的群眾運動 收編民主黨之後 我覺得他們內部都會有一個 放鬆一點 就是 壓日吹雞 一定要跪低 但是其他的事情 就可以互相競爭一下 就是你看到立法會裡面 每個人都說他做過黨 其實這個就是 就是 中共政策的轉移 因為在回歸之後 他覺得他是要 因為他覺得他是少數 所以他要集結力量 在民建聯和公聯會的周圍 逐步逐步抗爭 在那個統戰的陣線 今天來說 他所謂有些成就 這個民主主流派 被他統一部分過去了 所以他們在他們的陣營裏面 都可能會有一些 比較開放一些的競爭 換言之就是大家不要以為 共產黨再要靠民建聯 是 它要靠民建聯 但是不像以前那樣 全靠民建聯 也都不會 蠢得那麼交關 就是自己給人力 物力 財力 出來捧紅他的Blessing 他的組織會放下為主 去左右香港政局 相反共產黨覺得 民建聯的歷史 已經完成了一大半 是吧 又由得其他親共的力量 做一個環形的分佈 去圍堵民主派比較好 即是說以後那些彈 就不要放一個屁股 那個屁股叫民建聯 這個有內在的 所以因為 在大陸下來的財團 跟香港的財團勾結之後 他又不想像董 一個人跟李嘉誠 再跟其他三個財團 因為大陸的財團是不肯的 為何我這樣做 為何我要聽命於你 因為它最重要 共產黨就是要 第一就是香港不能夠成為 顛覆他們的基地 第二個就是 香港是要為大陸賺錢的 而這個賺錢之間之中 最重要就是 亦都是為了太子黨的財團賺錢 即是在短短 所以政治大執位是很清楚的 好 節目到尾聲了 其實長毛 二零一一年 有些甚麼社會政治議題 有些甚麼大家特別注意一下 我也不敢怎樣說 因為在兩年前 我覺得就是二零零九年 一二二號 我就去商台節目 他問我搞甚麼 我說搞五區公投 一閃閃眼都兩年 他公投 由初頭當是笑話 到後期變了熱點 很多只有李環菲罵我 再兜兜兜兜兜兜 斯鴻又反對 中國大張旗鼓去鞭撻 民主黨又打這個 打這個大公首的牌 其實一橫跨都成年多 我自己有些感慨 其實我記得我二零零九年 一二號講的事情 我猜不到會變成事實 也看不到民主黨會這樣 也看不到民主黨的彈公首和縮骨 是令到現在社運 處於一個相對的低潮 也想不到社運 在五區公投之後 會受到這麼大的追擊 好的 節目到此 2010年度向左網的節目 暫告一段落 2011年我們再見的時候 希望各位無論是健康 事業 學業各方面都有所進步 各位我們明年見 好 新年進步 新年進步 拜拜 拜拜